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了九首歌的歌名 你能猜出来吗 每一个嘉宾唱歌之前 张杰都要讲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张杰的很多歌曲都是写给谢娜的 所以张杰谈了很多次谢娜 可能又会有人说张杰在蹭谢娜的热度 张杰知道网友在想什么 所以他主动提起了这件事 张杰知道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 觉得自己与谢娜恋爱是有目的的 对此张杰回应道 我能有什么目的呢 我的目的就是爱她 这是张杰第一次正面回应这个争议 节目播出后 谢娜在微博发文 我能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爱她 并配上了流泪的表情 显然是被张杰的表白感动了 之后张杰现身评论区回复道 对 我就是有目的的人 网友纷纷表示 磕到了 这就是爱情 而说起张杰 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大写的小镇青年历志士 她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镇子上 家里三世同堂 经济不富裕 张杰的爷爷喜欢听川剧 攒了大半个月的粮票 换了一台收音机 正是这台收音机完成了张杰的音乐启蒙 她从小就对唱歌感兴趣 家里人都十分支持她这个爱好 爷爷还说老张甲要出一个歌唱家了 但张杰直到上大学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快当歌手的料 比起唱歌 小时候的她更热衷于打游戏 在游戏厅被妈妈抓包多次 依然不知悔改 有一次她正在游戏厅完 余光看到爸爸妈妈站在门外 心里心疼 已经投下去的游戏壁装作没看见 继续玩 想着把游戏打完再回去挨揍也不算亏 后来妈妈从亲戚家进了一台小霸王 让她在家里玩 游戏机放在父母卧室 张杰有次特想过把手引 但父母把门锁了 她一脚把门踹开 玩了五分钟就急匆匆上学去了 妈妈还以为家里进贼了 后来查明真相 揪着她又是好一顿打 除了游戏机 张杰电视影也蛮大的 有次她喜欢的电视剧开播了 但作业还有两页没写 她就把那两页撕了 第二天和老师说工厂没有印刷上 不出意料的 她又被打了一顿 她高考后本来想填艺术类院校 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 该填一个普普通通的本科学的旅游管理 她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应该是大学毕业 去哪个旅游团混个导游或者考个公务员 直到有一天 她的一个室友告诉她 自己发传单一天可以挣几十块钱 张杰一算一个月下来比自己爸妈工资都高 特别羡慕 也想出去赚钱 经学长介绍 在一家酒吧唱歌 一个晚上五十块钱 学长说一晚上唱这么多首歌才给五十块钱 太黑了 但张杰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干的是自己喜欢的事 又有钱拿已经很好了 在酒吧著唱的经历磨练了她的唱功 2004年她在公交车站牌上看到 我行我秀的海选海报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名参加 然后以一手北斗星的爱拿了冠军 虽然媒体报道的标题都是 我行我秀冠军张杰拿下百万合同 但实际上这都是资本家的套路 张杰迎来了她人生最惨痛的几年 遇到谢娜应该是张杰最大的幸运 也是她最大的不幸 整段故事从张杰冠军出道 签约上腾娱乐说起 当时张杰一听签约要签七年 一下子打了退堂股 甚至行李都收拾好了 要回父母身边 但公司高层拉着她的手 声泪俱下的一番表白 动摇了她的决心 也从此开启了她打工人的惨淡生活 张杰签约后没多久 公司管理层大换血 新来的领导对张杰态度 180度大转弯 整整三年 张杰的月工资在2000到3000元之间波动 准确地说这还不是工资 是张杰问公司借的生活费 一年后要还的 按照公司出席的活动经费 公司也不给报销 打车费高一点就要自己承担 又想马儿跑 又不给马儿吃草 老资本家了 张杰在录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里面有很低级的排版错误 她去和领导反馈 结果领导说 你还真以为自己有当明星的前置吗 后来她去买了一个二手音箱 把自己关在光秃秃的房子里 唱歌给自己听 唱着唱着就哭了 那时她住在25楼 不止一次地想过跳下去一了百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张杰遇到了何老师和谢娜 何老师很心疼她 带着她上了很多自己的节目 她知道张杰没钱 每次出去吃饭 要结账的时候 她就假装临时有事 出去一下把账结了 然后再拎一堆零食 若无其事地塞给她 2007年 张杰无意中看到快乐男生的海选 她决定放下一切 放手一搏 何老师打电话劝她说 你疯了吗 你是我行我秀冠军 还是出过两张专辑的专业歌手 一旦你没拿到好名次 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张杰说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最后张杰只不四强 她在离开舞台的时候说 我特别想感谢的人是娜娜 因为她给了我很多 至此 结纳恋浮出水面 而在此之前 又有人将两人的恋情曝光过 但两人当时都否认了 为此 张杰的粉丝 甚至发动了万人大签名的活动 集体请命让杨二下课 再加上张杰和原公司解约 付的100万违约金 都是粉丝给的 而谢娜作为女友一毛不拔 未免显得太小气 两件事造成了张杰大量粉丝的流失 后来谢娜也成为张杰继造型土之后最大的槽点 关于谢娜和张杰的爱情故事 谢娜已经在很多个场合说过很多遍了 2011年七夕 谢娜和张杰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公开婚讯 两人在云南香格里拉进行婚礼 找何炯当证婚人 二人历经万难 还是走到了一起 而对于这样一对受万众瞩目的碧人 二人结婚前收到的分子钱 又是二人陷入舆论的漩涡 甚至有人直言 和谢娜保持多年铁哥们关系的何炯 光随礼就随了700万 整个娱乐圈加上的分子钱 人家在收到手软的同时 总价值已超上亿 其实对于这件事 张杰谢娜在早期走访某综艺活动 就曾做出回应 谢娜表示 有人质疑我们婚礼收礼 动辄就是600万700万 其实当时朋友只是意思一下 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邪乎 此外就算给我这么多钱 我也没出花呀 其实如果把这两个人拆开单独来看 更能看出张杰这些年的蛻变 张杰有个微博小号 叫潜水的小蓝人 记录了他从11年到16年 这六年之中的心路历程 里面不乏沮丧愤懑的情绪 为什么我就这么难呢 发泄吧 骂人吧 不会啊 我其实想任性点 这位夜以明镇江湖的歌王 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光鲜 不过这些情绪发泄出来总是好的 十年前的张杰完全是两个样子 什么话都憋在心里 参加选秀人气大涨的时候 记者去采访他 他逼了半天也只说了一句 谢谢大家 我是张杰 八个字 每个字 息字如今 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 那时候自己根本没有做好当艺人的准备 只想好好唱歌 可是名气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很多的揣测 作为一个偶像歌手 他在事业飞速上升的时候 公布了和谢娜的恋情 然后又推掉国内连绵不绝的商演 去国外进修音乐 好像忘了自己以前穷成什么样了 这些冲动无一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惩罚 让他流言缠身 让他流失了大量粉丝 也让他深陷情绪漩涡 两度抑郁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 张杰完完全全的蜕变了 他可以气定神闲的在鸟巢对着八万多听众唱歌 也会慷慨地和大家分享曾经不堪的过往 把一颗心讨给大家看 再不负先前那个青涩腼腆 把内心封闭得死死的张杰了 他学会了放下 我们总说成长是学会人情世故 其实成长也可以是放下 放下和初心无关的累赘 朝着自己的梦想大步前进 除了音乐 张杰再别无所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